欢迎大家出席香港天亮超级热赛分组赛第二回合 今天的面题是中医服务应劳人工的医疗体系 对赛双方为正方天主教国得诚中学 和双方金班轮掌都会做到中学 现在给我介绍双方的演员 首相的正方主编 佳玉和 正方的主编 张智伦 和 正方的主编 张智伦 和 正方的主编 蔡远 和 正方的主编 陈慧 正方小编 和 陈慧 正方第一副编 压正义 正方第二副编 刘志亦 正方二副编 刘志亦 正方二副编 刘志亦 想让我们ighКак help 请聘你生美词 п读为今场赛事评分 对分别是许真 崇真书远辯队教练 盈sty 崇真书远辯队顾问 好诸或原导师 中大玥玉辯验 journey 何绊验 男人扫 blod 理论 Sin 本場比賽的分主便,公便一副二副自由,連兩頭葉片共同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公便周圍每方2分鐘,自由片周圍每方3分鐘, 會使發言時間結束時30秒有一丁提示, 時間有兩丁提示,超時15秒會連丁提示, 詳細採揮之前已發布給我參賽學校,請問相關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現在先請正方煮麵發言, 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請多多請來請試試。 主題評判正在各位,大家好。 發展中醫有權法律基礎, 憑據基本法第138條, 特區政府應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的和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 說明政府應制定政策,以助中西醫並行發展。 可惜西醫發展成熟成為公營醫療系統的關閡同時, 中醫發展作情際不前,營利納入公營醫療系統。 官媒醫科,西醫依靠公科技儀器認差同治療的模式, 令醫療科技極大,隨著人口濃化加劇。 長者又是患上慢性疾病的高額人士, 公營醫療需求和科技會急增。 在這個情況下,中醫市場處理慢性病的特點, 能舒緩人口濃化對醫療系統的衝擊。 而且,中醫的應受性亦不斷增加。 根據食衛局的資料,2017年,18間中醫教育中心求診人次約121萬, 教育一目面則間約5萬。 可見市民都認同中醫有療效,會求診中醫。 中醫的人數亦非常充足,以時中大廣大都有開始中醫學位的課程, 每年培訓約80名的中醫畢業生。 能應對中醫法治所需。 更重要的是,中醫有權錢的監管制度。 在1989年,政府已成立中醫藥工作小組, 檢控中醫的執業情況。 其後,香港中醫藥管理改月會成立, 不規副中醫傳探、法學等施設。 面對未來的醫療挑戰和與發生屬的中醫服務。 政府亦容易在公營醫療系統發展中醫。 由13年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到14年開展中西醫協助項目先導計劃, 必須留土地在中醫院之中。 可見,中醫納入公營醫療系統有需要性可行性。 故此,我幫昌宜,先將現行18區中醫層所納入公營醫療系統, 由政府管理約九成的精神性開支, 然後參考經驗,建設公營中醫院。 要衡量變形的標準在於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能否原始醫療制度,並有助中醫發展。 那方定立變是原因有二。 第一,原始公營醫療服務,減輕醫療負擔。 因此,中醫診費為120元, 相比新醫護診的50元, 公營醫療系統之後,政府負責大部分的營館開支, 進行中央採購,令診症的成本下降。 更多的市民能夠負擔中醫治療的費用。 而且,中醫藥材診治工具,成本低, 又以致病病作為核心的概念,注重一常療身的原則。 預防失病,當病人病發的時候,會尋找他的病根, 並對腹下腦停止惡化,再慢慢調理身體, 以後,整個廉程的支出相較少, 能夠補足西醫處理複雜病治療成本高的不足。 減低公營系統的支出。 第二,捕捉中醫白天,而提升中醫的實力。 此時,中醫未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診所需要自負盈規。 缺乏資源提供部份, 中醫醫院發展計劃和辦事處。 總監將會留意指, 鄉醫服務主要由私營市場提供, 缺乏訓練和科技之地。 最後,本地學生要去內地、台灣等 和香港情況不同的地方實習。 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中醫有資源和空間, 提供確保的能力, 本地學生實習, 以去提供他們的經驗、 提供質素。 加上,政府需投放之間, 令中醫有足夠的資源進行科研, 提升中醫的醫療技術和效能, 進一步保護中醫的實力。 最後,想盡情方, 依然應付中醫有效能的需要。 如果應付, 有甚麼方法, 給納入公營醫療體系更加下呢? 請我們 請講評論。 正方主編發言時間, 我們是在數分別的進入, 而如果不需要投分, 現在有請反方主編, 然後4時間才會發言時間, 準備好參加計算的試圍。 主席 平庫 最终的大家好 游光一开就不停跟我们调人调 以至西医道里要用多少资源 大家可能今天忽略了 将中医的公营医疗系统 增加的是新的医疗设备 新的人才 通通都是需要资源和资源 但今天香港未来面临的是 结构性财车 这一波经常性的开支 我们香港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负担 有方案一个数字都没有解释 反正有方案去解释 根深乎 其实当每一个病人 需要接受两种不同的理念的治疗时 一旦出现医疗事故 究竟责任是由哪一个去负责 由中医还是西医 有方案都无论正道 反正有方案会正面回应 其实今天我们反对变体并非因为质疑 中心的中医的价值和它的理念 但今天无论有方案出发 是多理想、多美好 最重要的是 其实最后可不可行 真正帮助这些病人 互损害它们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而我们今天看到 中心医学有很大的分辨 正如中大健康教育及出循健康中心 就指 新衣注重的是数据断症 而中医注重的是病理 以环境影响 阻望慢慢轻力断症 而相关的理略完全不同 就等于同样是扭伤 中医就说要用铁打酒 用力去地按摩 但相反了 因为新衣就说要固定伤口 千万不要在伤口上撕压 可以看到两科的方案 完全是互相矛盾 因此今天我们限量变题的准则 正在一个公益医疗系统 同时拥有两组不同专业的医学 最后是为病人带来 是益处还是闭处 全国科今天反对变题 原因有二 第一 中生医构工複杂 笨难 严险病人的诊治时间 并且增加医生的工作负担 当中医来到公益医疗系统之后 中生医就需要合作处理病症 但正如中大医学院院副院长 胡志愿就指出 其实生医和中医治疗不同方案 疾病同时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就例如2016年明报报道 因为抢癌病人向医院求诊 医院便建议病人进行 热后化疗标把药的治疗方法 但由于病人的中医师认为 食中日子可以 就可以持续改善问题 因此病人选择退缓化疗 但病人的癌细胞指数 其后一直上升 之后病人在西医和中医之间 经过多个星期的沟通 都无结果 最后找到癌细胞没有办法控制 病人才去治疗进行化疗 和把药治疗 可以见到中西医 未能全面掌握对方方案治疗的作用 因为双方的意见不同 以此未能达到 至最快时间对症下药 会有算病人健康 而且中间涉及不复杂的沟通时间 亦大大增加了医生的工作负担 第二 将中医来用的区议医疗系统 由医院局去管理 用西医那一套的管理来管理中医 会有算中医学的发展 现时香港公营医疗系统 是由西医的理论去主导 签备、人才培训 医疗课程等等的指标 都是从西医的理论去出发 真是在现时医院局推行的 《临床循政指南》里指出 希望用这个模式去推动中医学的发展 但正如香港前世联盟秘书长 昨晚我指这个模式是模仿西医的做法 用压式的指标去批准中医的临床 是无视了中医原本做事的理论 原则和零物多变的特点 可见到如果将中医 纳于公营医疗系统里面 就会出现西医管中医的情况 反而有算中医的发展 无法将它原有的最大的医学价值去发挥 故事今天被提理应不成 最后想问有否和我说到腸癌的例子 如果不是因为中医医院的医生 沟通协助需要时间长 其中可以接受最适合的治疗 没有需要等到病情恶化至严重 我想问有否和我今天中医 如果纳入公营医疗体系 面临相逢的情况 有可能有什么方法去解决呢 谢谢各位 但公营医疗体时较为4分11秒 我时不需透分 接着是公营的环节 公营一方可自由通选对方 一位队的回答问题 因为面与回答问题 并打完对方发言 最问 回答方不得反问 也不得打断公营一方发言 如有违规公营一方可即时提出 请欢迎同学直接透分的每次一分 如公营一方预常发言 任何律师肯定辞到求婚 请问对赛相关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先请证公营自由派出一位 面与作公营 请你自由选择反方一位 面与接受质询 请正确 打掛 好 正方公营 再试你两分钟的时间 有分导 根据基本法记忆第138条 有分导是否承认政府有责任发展中医 有责任 但不是将医疗体系 有分导是否承认中医报告 是有责任 政府有责任 有一个建制责任 去发展 但今天有分导偏偏反对 将中医报告 拉入公营医疗制 有分导面对这一件问题 又不会解决 好 我说你第二个问题 有分导 应不认同 中医在治疗慢性疾病 是将比西医更有成效的呢 同意 但我们现在讲究的是要速度 要有效力去治疗 有方讨论 其实呢 我正在问 有方讨论 是承认了中医是更有成效的 我方讨论正正就是看到 西医的治疗 是不足 是有这个负担不理 如果我们正正就是见到 中医有这个 有方讨论都承认中医有成效 有需要 但我们现在见到是什么 曾经太多 市民负担不理 所以就不去选中医 好了 有方讨论第三个问题 有方讨论有问题 现在觉得中医的曾经 中医的发展日 政府主导的 非政府主导的 是更加的 你应该认为 维族分加延纵的治疗 既然有方讨论 有方讨论 我问你一次 我觉得现在政府主导 还是由非政府来主导 是比较能够降低陈金的 有方讨论主导 我认为由政府主导 是能够降低陈金 我们现在正正就是见到 市民去选中医 又或者需要降低 是因为现在的陈金比较高昂 我们正正见到 将它达到高零医疗体系之后 就正正能够降低 而不需要自负盈亏 又能够降低陈金 立入之后 就能够完善医疗体系 再问多一方讨论 有一方讨论 有方讨论 现在的公益医疗负担做不错吗 刘一方讨论 我们现在加入中医之后会更加重 除了今天我们通过 加入阻症会低落之后 我们去进行 整方公益 接着我们做反方公益 请反方自由态伤为 请反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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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方讨论 今天事件在香港医疗的公益 是准备 现在医疗体系上备 没有担心 当时有方讨论 原来医疗体系上备 是准备的时候 有方讨论 我们要加入中医 但当你今天看到 加入中医 中医和小医 交通要有标准的时候 我想有方讨论 还是准备没有跟我们 有任何标准 到底今天出现 交通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解决呢 交通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 政府正在战略 要建一个中医院 有方讨论 先看看情况 政府长议 但这个问题 是否会出现 有方讨论 我们看到 现在政府长议 中医院的模式 是中医为主 有方讨论 有方讨论 今天我们看到 香港现时的公益医疗体 是以西医为主 今天所有的医治方式 都是以西医为主 有西医的手法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到 西医中医维护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 如果他们两者 出现交通问题的时候 有方讨论 我想问 要如何加重 是否加重了香港医疗的负担 有方讨论 不明白西医 会有什么交通的问题 有方讨论 我们今天将去立场 香港公益医疗体验 两者是否跟他交通 两者是会有交通 但我们现在 有方讨论 有方讨论 但今天有方讨论 没有跟我们说 他们交通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 中医他们所用的是 有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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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今天是用来 用来这个条理 让他们慢慢医疗身 去遇防一些疾病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是慢性疾病 但我们今天看到 香港医疗体验 需要的是什么 政府可以为一些市民 作出一些最基本的医治 这个市民 如果出现意外的时候 他会给予一个 及时的帮助 今天有方讨论 中医有些医疗 是否真的要加公益医疗体系 我方讨论 现在政府 都推出越来越多 中西协助的计划 如果有方讨论 真的说到 中西医疗 你好 今天政府可以做一些 究竟是否 到底为何要讨论 有一方讨论 为何 builders 要加公益医疗体系 我们现在在成立 谢谢 公开 工店完成结束 现在到政方第一屋面 有三分钟的庇园时间 准备好训则 謝謝 主席 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其實歸納今天有方堂主辯和公協的法院 其實法院今天有方堂反對面最大的標準 就是在於中西醫的管理、中西醫的溝通問題 其實我方正正就是看到 現在政府所提倡的中醫院 而未來中醫發展的政策是甚麼呢? 正正就是用中醫為主的方式去建立這個中醫院 而我們也正正看到 現在的政府也推出了遠多中西的協作計劃 而且都是非常之恆之有效 所以我方就不明白為甚麼 中醫拿了公益醫療之後 會發生這些問題和出現溝通問題 再說 第一,我們現在其實有方 都只不過是擔心 拿了公益醫療體的模式和做法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中醫院的模式是以中醫為主的時候 再加上醫管局 其實我們已經一早見到 是成立了這個中醫部 而中醫的人才的運作 已經避免了很多人 有方堂所說中西醫溝通的問題 而我們也看到在2013年 政府也設立了中醫中藥的發展委員會 負責制定中醫的政策 這次並不會有方堂所說中西醫協作的問題出現 而我們現在除了看中西醫管理問題之後 我們今天的含量別提 最重要都是回到成效方面 中醫的成效和回到市民的需求 而我們今天做到以下的方向 去證明中醫服務是能夠完善香港的醫療體系 首先令市民增加醫療的選擇 現時市民面對著高昂的中醫陳金 往往都難以負擔 政府的西醫普通方附診是50元 需要額外的藥費 18間中醫陳數的收費是120元 付加烈費亦都要50元 接受增加骨傷治療也要自動腰化 中醫藥被排在公營醫療系統之外 竟然剝奪了不少病 得到中醫藥治病防病的機會 如果中醫和由政府管理和疫管 不再由非政府組織自負營歸 也不會將成本減加到病人身上 陳金和藥費甚至會變得大眾化 而其次能夠舒緩人口化所帶來的醫療體擔 人口化的趨勢將會增加未來的醫療 尤其是長者大多數有長期病患 尤其是適合複雜病症 需要長期住院和手術等高成本的錢 而中醫正正就是擅長治治慢性疾病 包括高血壓、重方後遺症、糖尿病 這些經常出現在長者身上的慢性病 而根據內地幾間中醫院的臨床研究 中醫有效治療的病毒超過100月10種 而發維亦包括心血管疾病和退化病毒 大多數都是病理負責西醫治療 而效果減加的慢性病 當我們看到立入公益醫療體系之後 就更大地發揮中醫的效用 由政府牽頭擴大中醫的應用 有效地分流病 減輕整體醫療系統的負擔 最後我想問有方法 如果不將中醫立入公益醫療體系 有預望、回應、市民和美容 有9600年的需求 多謝各位 請反方第一副面 第二時間為三分 力不療 無過時不需投分 請反方第一副面 第三分多點 反應時間為三分 各位 今天我幫吳保應中醫院 這個是由中醫去圍住 何方不否認 但今天我們講求的是中醫和西醫 加入瘋型體系合作 他們當中必須有溝通 而他們加入這個溝通問題 因為他們的專業不相對 所以會導致溝通問題出現嚴重的 甚至可以損害病人的身體 嚴重病人的治療 今天我幫主編問有方 如何確保病人是最適合的治療 有方我不會回答 其實是因為有方我都知道 今天中醫納入了抗議醫療體系後 會產生溝通的問題 導致病人的病情會導致一個嚴重 甚至損害病人身體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首先 第一 中醫是一種醫療方法 可方無可益 能夠幫助病人 但沒有什麼方法 我們是任何有利於病人的治療方法 都要去納入它 例如鼓發 人造療法 我們是否都要納入它 令到這個機閘更加完善 再者今天香港註冊中醫師 尼越明國時就指出 中醫的診病方式都很不同 有機會對病人有不同的治療 但當我們見到中醫師有兩種專業知識不同的時候 今後就會產生溝通的流程 甚至令到病人的病情嚴重 例如長方主編所說 腸癌病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正正顯示出 中醫對病症的理解各有不同 最終導致病人錯過黃金的治療時間 增加了醫療的負擔 有空學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以為 將中醫、中醫、中醫、公醫、醫療體系 就設入嫁入那麼簡單 但就完全覆蓋了現行執行 現實失陷的問題 第一 資源問題 有空學就說 因為加入了醫療體系 中醫就有資源 看病可以不用太過癒 所以就將中醫加入醫療體系 但現實資源是否足夠呢 不過不反對 現實現時可以提供一些 對現實中醫隔離中心一次性的寶藏 但問題是 當今天將中醫、公營醫療體系 代表的是 政府每年都要增加一批 一批很巨大的經常性開支 就正如中醫藥法治委員會成員 如果大南床腫瘤系教授 助理蘇智英就指出 由於中醫主要是治療病 以無健衛生 很多中醫都要長期服用 那些中藥才可以護理身體 但如果中醫服務 以公營體系的 公營醫療體系的核心運作 必然有大量病人 由中醫、診所轉至公營醫療體系 造成濫用的情況出現 當他日政府面對結構性財情的時候 想問有方是否要削減現時已經很緊絕的西醫資源 他填補只是以保健健為身的 但要長期服用 今晚政府不停增大幾批 經常性開支 第二人手問題 今天有網集我們說 其實中西醫合作 可以解決這個溝通的問題 但我方今天看到他們 因為中西醫的理論不同 而產生溝通困難 他們最後 就算最後真是幸運多過中西醫 他們都認識這個中西醫 都沒有那麼有中西醫的西醫生 都不能夠協調到 今天我們究竟有多少這樣的醫生 能夠幫我們協調到呢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為三分零六秒 我過程不需求婚 現在有請請婚第二回禮 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為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主席評判上週各位大家好 有看今日 其中來到醫護 又不難發現 有看今日 反對變態是基於 因為中醫和西醫有衝突 但我今日見到內地研究分析指 中西醫 醫字甲型 H1N1的流感療下 發現其實是抗命毒藥物 突敏覆 和中藥 恨麻 恨 石甘湯 石紋了散 這種藥是可以將兩種藥一起的話 是可以將退消時間的中塊素 減至縮短4乘7 再者 今日我方提倡的方案是什麽 是中醫為主 西醫為父的方案 所以根本不會出現西醫和中醫的情況 再者 今日有方其實沒有看過任何市民的需要 文藝園在18年 市民對本案中醫調查 發現有近7成的市民是應徒政府應該要建公營的中醫醫院 更何況 今日有方服光斷截 他沒有看到人口老化對公營醫院的需求 其實有方究竟有沒有真真正的聽過市民的需求呢 承接我方主片所說 中醫納入公共醫療系統可以促進了中醫的發展 包括人材培訓和科研 現時香港榮母中醫院只有18間中醫診所 而現香港前線中醫聯盟15年的調查指出 中醫市平均被三方合作中醫診所提供的培訓質量 的分數10分裏面只有3.82分 可見在智庫盈批的情況下 人材培訓受到局限 另外缺乏資金令科研進度緩慢 故此聯盟的秘書長陳文漢就指出了 教員中心裏面中醫需要考數體證 根本就沒有時間做研究 但新人可見現在 中醫欠缺資金和空間培訓人材 以及做研究 令中醫的發展停滯不遲 要解決現在中醫發展的困局 就應該將它納入公益醫療體系 先由政府負責18間診所大部份的開支 令教員中心的中醫不再需要擔心收入 令到可以帶到本科生去實習 再者 建設中醫院而是可以提供到不同的病例 令到學生有足夠的臨床經驗 提升醫療素質 同時亦能提供病例進行科研 對研究和發展中醫藥有極大的幫助 凌晨中大中醫教員中心服務 主任李海平亦指出 立藥公益醫療體系之後 能夠更好去規範中醫的診所 專注是中醫的專業而不是以商業分作為原則 提供其醫教育 三方面的質量和效率 可見之後將中醫藥入公益醫療體系 才能夠解決中醫人才匯分和研究的局下 促進中醫的發展 故事今天便是李應成了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副面發言時間為三分零四秒 報告師傅需求婚 現在有請反方第二副面 兩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我請李小時宜 各位大家好 有一個懷疑夫出來跟我們說 今天中醫藥入公益醫療體系之後 可以培訓到更多人才給香港 但是今天日後 他現在怎樣培訓 有可能我從來都沒有跟我們說過 所以今天不想發言 其實我跟朋友有整場的念 就是什麼 就是忽善念慕 空談美念 今天我跟朋友說 終於中醫藥入公益醫療體系之後 可以增加成為人的選擇 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什麼 有可能跟你說 藥入公益醫療體系之後 中醫可以更多一點 你跟我們說 可以令到中醫和生意發展 有這個藥閒 但是今天有一個重量 都沒有跟我們論證 他們可以行中 到底他們有什麼必要死 一定要去立入公益醫療體系呢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今天香港的公益醫療體系 行的是什麼 西醫為主 中醫為庫 有可能會跟我們說 不行我們要改的 但我們今天看到 香港的公益醫療體的目標 就是救急扶危的嘛 沒有可能我跟他們說 終於慢慢協助去舒緩貼理 去預防 今天到底政府有沒有 這麼多資源 去給中醫這樣做呢 我們今天看到 在2019年的財政議員 我都說到 worldy構成的財政出現的時候 2041年 又會用完所有財政主要的時候 我今天有一個問 到底這一邊的資源 這一邊的 將中醫科學公益醫療體系 到底用多少錢 有一個我跟他們說過 而且今天有可能跟我們說 要舒緩人口老化 我方便否認人口老化的問題 是存在建造 但到底今天 為什麼一定要給西醫去做呢 我們今天看到 其實中醫都可以做到的時候 而且我們今天看到 今天真正運用資源的時候 不是將中醫放進去 我們今天看到中醫是什麼 還有一些玫瑰的藥廠 就是蒙芯那些 今天只會增加政府的負擔的時候 有可能從來 從來都沒有跟我們論正過 現況是怎麼樣 我們今天這波的資源要怎麼用的時候 但今天是不是真的為西醫發展著想呢 其實今天我方 從來都不否認中醫要去發展 但其實今天有去復活 你跟我們說 將中醫放進去 個人醫療體系的方式 去發展就是為他們好 但是今天我們 但是今天有分完全忘記了 今天醫療體系 其實是軟閘於英國 一直以西醫作基礎和椅標 以五個格 一直在推行中西醫陷藥作為發展模式 2014年就曾經驗過 中西醫先導行作計劃 就正如月潭中醫師 肖志健在2015年所發表的 學術研究所說 由於西醫講求的是巡靜醫學 就是傾向於實證 例如一些西醫標準化的官方 是衡量成效 結果就像中醫所說的 例如經濟 學術研究所說的概念 根本就未被西醫去認同的時候 令到中醫這一類 基於陰陽不幸的令女醫學 在巡靜醫學的攀架下 只會淪為西醫的副屬本 在細藏醫學發展上的地位 越來越邊緣的時候 有風景或是對無人言善聽 其實現時同樣實行的 中西醫合作計劃的 中國條證就是一個反應的例子 全面依賴西醫的巡靜醫學模式 結果就令中國內地的中醫模式在教育地上 其他方面 手法都是用西醫的手法 令中醫慢慢變化的時候 我想任何同學 可以說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是否真是西醫 不是他們的發展 好呢 謝謝各位 反方第二副屬本發言時間位 三分十三 幾個報告過時不需要討論 現在進入自由圈內的環節 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當後方發言時間用盡 本日會宣布另一方成年時間 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面員發言 而每位面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 如果環節節出事 在上日時發言有分別人從未發言 該面員所屬一方 將被每位平安方求取締分 請問對賽相關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之後遇到環節一方 或是請正確 看出一位 不要首先發言 有方跟我認同 中醫要發展 但覺得中醫救醫做 中西醫協助不到 有方我覺得中醫可以去發展 今天中醫和西醫合作,究竟有什麼溝通標準? 芳濤,今天都是說不過去的 很難問到芳濤一次,究竟中西醫究竟應該怎樣發展? 因為中醫可以維持遠看地轉變和我們講到 其實這件事已經上市了五萬人去看的時候 我方明明看有什麼標準,有什麼標準 所以我們會考慮公認醫學體 今天我們看到他不留意公認醫學體系 有一個專門跟我們說的人數,有上市 有些人看的時候,到底有什麼標準? 我想問有一個問問一次,我們今天他們溝通有什麼標準? 今天有方向高舉著市民的需求,我方都認同 但我們現在正正見到一件事,中醫價格高 我們立了公認醫學體系之後,有可能我會否覺得 陳今日可以下降? 今天立了公認醫學體系之後,他曾經下降 但政府的負擔和香港醫學體系的負擔 亦都會上升,有一個問問 有方向,我們現在看到西醫的負擔不是更大 但我們有更多的義氣 那為什麼有方向高舉著西醫 是否覺得西醫都不應該發展? 有方向是否覺得中醫這些明貴藥財 他們那些所有的陳致手法 那些明貴藥財都是不需要錢? 有方向是覺得西醫科研的義氣貴重 有方向是貴重點還是中醫的財貴重點 有方向是冷靜點 因為有方向是說中醫經常常重新加入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交給他們 不單只要加入這些東西,他們的藥財 甚至要建中西醫科研究的時候 有方向從來都沒有答過其他問題 因為有方向都知道 兩個標準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 就會只會令到西醫為主,中醫為父的時候 中醫只會在一個附屬隊幫助西醫的時候 會令到中醫慢慢的療程的時候 有方向我,到底這樣會為中醫發展好呢? 有方向我,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中醫立的公營企業 不一定是完全要中西醫去協作 我們現在看到為何我們不可以分開去做 而且除了協作之外 中醫和西醫都可以擱置 有方向我,再問到有方向我一致 有方向我都覺得中醫開支這麼大 有方向我不是覺得西醫開支不大 我想問有方向我,他們可以怎樣擱置嗎? 有方向我今天呢 有方向我又覺得中西醫的發展不大 但我現在看到是甚麼呢? 看到中醫院,有很多中醫部也都有中醫的發展 那為何有方向我認為中醫是怎樣的? 有方向我講過,就跟我們講中醫可以過自發展 今天我們看到加入醫療體驗必然會和西醫去合作的時候 今天他們合作 他們的知識對沖的時候 有方向我甚至會拖延病的發展 有方向我是不是拿著病的聲明來開會照 我們提出的是中醫為主,西醫為副 西醫是中醫院的角色 他只是一個比較輔助的角色 而中醫是主導的角色 那又為何去做到這種衝突的情況呢? 有方向我看醫護的角色 我方向我都說過很多次 今天香港高營醫療體驗 他們一直運行的就是英屋的模式 就是西醫為主中醫為副 有方向我跟我們說中醫 中醫是對於中醫為主西醫為副 但今天從來都沒有跟我們良性度 為甚麼今天高營醫療體 一定要跟他那套中醫為主西醫為副 最多深入方向我跟我們說一次 當你今天見到中醫和西醫合作之後 他們溝通困難 會令到病情感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的合作是很不同的 因為有方向我溝通困難解了我方 其實藍兵醫療體系 就是中醫醫療體系 就是給中醫醫療體 有中醫主導西醫為副 還有那些十八家診所 並不是有方向我說 整個月全部都是中醫為主 有不根本地想說 中醫醫療體中醫主導我方 不反對 我們是要將中醫藍兵醫療體 由醫護服運用西醫的方向規管中醫 限制中醫的發展 現在一些原本的診施方法都需要限制的時候 是否到中醫院發展就好 有方向我們見到 為何不可以用中醫院成立的中醫部 來管理中醫的發展 有方向我問 我們一次過 今天我們出現出發的時候 延長了病程 我心想要我親問兩者 要怎樣去調查 是否就到市場頭一 有方向我講了整場 中西醫的管理問題 我方現在正正來打理中醫院 中醫部 也有中醫發展委員會 負責發展中醫的政策 那為何有方向我看不到這些問題 我方向我講一次 今天我們看到中西醫合作的時候 會出現病程 我今日都知道原來他們 合作後會出現問題 會染病人身體健康狀況的時候 為何我方向我繼續用病的生命來 開口水繼續 即是 他們會出現交通問題 你會出現 我再不太可惜 今天他家人是否受到醫護的規復 會不會被限制 方向我問 如果現在 你現在要維持現狀 你維持現狀的時候 是否一定不會出現了 你所說的問題出現 我方向我示範 我們沒有看到 中醫院醫療體 之後情況會變重 我們看到中醫院醫療體 這些醫生 所以他們甚至連休息的時間 已經不夠的時候 今天立法將中西醫合作溝通 加他們的治療負責 都會有問題 反方應用盡期發言時間 正方現在上了46秒 可以自由在外面發言 除了各位 其實今天有方所說 中醫的發展要維持現狀 但我們今天看到的是什麼 其實有方所說 中西醫會有衝突 他現在 有方所說的問題 當然會是 可能我們現在是 中醫院有的時候才會出現嗎 不是的 其實他們現在維持現狀 都一樣會出現了 中西醫有衝突的時候 有方所說的問題 其實不單是我們出現那裏 其實有方都出現 其實今天有方根本就是在紙箱冒充 他們根本就沒有理會 甚至他們根本就沒有理會 甚至他們根本就沒有理會 市民的需求 你根本就沒有理會 市民的需求中醫發展的特色 他們根本就一概不理會 所以我幫今天認為 所以我幫今天 變回出題 歡迎各位 激活的是前輩冰月 休閒更輸入環節結束 現去建篇的環節 雙方建篇有1分鐘預備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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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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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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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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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